嗨 你好 今天我要來介紹我的產品 還有我這支產品設計的Logo 那我要先來講解一下我的產品 我的產品就是 就是在泡澡的時候使用的桌子 然後 我的產品跟別的產品不同的地方就在於 因為我是把設計成比較浪漫的氣氛 然後是兩個人用的 然後是適用給情侶 所以 我 所以這是我的Logo 中間 然後 這個是我的那個 就是泡澡的時候用的 托盤的形狀 是長這樣子 然後 為什麼設計成這樣子是因為 就是要就是 因為我們 人 人 坐在這邊 就是 這個是 那個 澡盆的形狀 然後我們人是坐在這邊 那這樣子 設計成這樣的目的是讓我們有空間 可以做 有空間可以做 然後 又有空間可以擺吃的 還有一些 蠟燭的 還有一些蠟燭 玫瑰的一些 那我蠟燭是擺在中間 然後 我的 玫瑰是擺 玫瑰擺在中間 蠟燭擺在旁邊 然後 然後這兩個是 放 東西 就是吃的東西 的桌子 那 這兩個 你可以看到 上面寫 Bath Stop 然後下面寫 Tray 就是代表的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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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浴室的 就是 浴缸的 托盤 意思 那你會看到 這邊 這邊 中間有一些字 還是看不太懂 實際上是寫 Romantic 然後 是使用 一些 就是因為 我很喜歡聽 重金屬音樂 然後他們的Logo 我非常喜歡 然後 我就 然後因為剛好 我想要的浪漫氣氛是 比較屬於 比較 黑暗 浪漫氣氛 所以我就想用他們的 Logo 他們的Logo很多都是 藏漫 就是 很多都是 很像藏漫就像這樣子 然後我就把它 利用在這上面 然後這兩個是 玫瑰 謝謝 謝謝